繼續回來軍事通識 Paul 剛才說到警察有時邊皮的情境 甚至他們認為要跟白宮說 你不要禁槍 禁槍的話我們更難做事 但我想問一問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其實我有時覺得尤其是在大城市裡面 現在面對一個全球化的環境 或者知識型的社會越來越厲害 分分鐘警察的要求是更重要 或者要求更高於軍隊的軍人 這個我絕對同意 因為你要有不同國家的人來 你可能認識多國語言 之後你可能有一群知識分子 你要跟他們講法律 當兵就聽命令人做事 叫你開槍就開槍 叫你行裝就行遊 但你去到警察層面 整件事就不是那麼簡單 即是你一接了波言之後 你怎樣去分回一些東西出來 給回頭 而且另外你看回 你作戰層面 很多時候是打仗去到去到 雖然現在近期的戰績 很多都在城鎮裡面 有些平民在這裡 但基本上平民自己都 理論上是會走的 遊客密度 平民在地區會降低了 但做警務工作 永遠裡面 大量都是當地居住的平民 而你是有要顧著他們 執法的時候 而他們是沒有可能會離開這個地區 但你這樣引申到 因為那地方太多平民 所以有時你知道 在平民的層面 他們不會想到 你執法的需要 即是有時可能 你要應付一些騷動的時候 你想想一下 對面都生氣到火紅火綠的時候 然後你難道真的跟他們鬥惡嗎 所以其實我另外一個要素 我覺得警察的要求 可能那個軍隊是因為什麼呢 可能是他的EQ 他的EQ要很厲害 所以譬如看美國來說 你一個高中畢業的人 已經可以去當兵了 但是很多人當完兵之後 他再選擇工作 如果他選擇警察 他又要再西國再訓練 他不是當完兵 你一定可以做警察 學習修理 當完兵再西一班 你這樣看法 其實就是他那個 找人的方面 有一層是西了 有當兵能力的人 是不可以做警察 可能是心理上也好 或者是智力上也好 你難道見到市民太生氣 然後激怒你 你難道會吵架嗎 沒錯 你始終 一定要趕到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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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你的要求是EQ 情緒控制 自我 對 譬如我也有位舊同學 他以前留海軍做獻兵 對 亦都借調過陸軍那位 在伊拉克 看戰夫 我猜應該像是看戰夫 在那裏做獻兵工作 他現在也是找了一份 在他州裏面的遠景工作 做完的警察 但是他有沒有跟你說 繼續保持聯絡 覺得這份工作很不同 轉了之後 他沒有什麼在他的社交網站上說 他現在最多說是反對禁槍 他本身是警察 但是他反對禁槍 是否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意思 即是 你有一班人 其實他那支槍 根本不是從正規途徑買回來的 一來 二來他就看回憲法上規定 真的美國那時候 跟英國打完 革命完之後 他投了幾號 憲法其中一樣 很早的寫定 說人民是有這個槍效用有權的 立國那時候 如果你這樣說法 那你現在又說要稍微很難做的 難道香港又會法 你去美國不會這樣釋法的 是啊 不過你說起 其實 香港 我們剛剛說完釋法 但是 在美國那邊 你又說 他的憲法賦予 他可以扎 可以有一支槍 但其實如果你說 以前的中主角去英國呢 英國就有一樣東西 我也挺有趣的 有一樣東西 他覺得不應該禁 其實以前的女王 立國女 他容許 英國人 可以擁有 一支 打雀的散彈槍 其實這個動機是出於什麼 是不是出於 賺錢 沒錯 因為當時他們認為 一個人 就算你 沒有了農地 加不到錢 你至少有一樣工具 可以打獵 維生 你不用戶死 曾經應該是有例 寫著說 你可以擁有打獵的散彈槍 但後來改了 這件事就不太清楚了 那些法律專家 但我猜現在的郊區 還可以擁有一支 可能真的有一支 雙管那些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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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又說回美國那邊 既然警察都不支持禁槍 但其實你覺得 真的要處理了 你想想 事實上真的爆了幾個槍擊案 還有一些手無寸鐵的學生受害 但是你覺得這樣應該怎樣應對呢 例如美國剛剛上次那單有個自閉症和自閉症的年輕人 殺了二十二個他媽媽教書的小學學生 其實那天大家都看到很多不同國家都說 跟美國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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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本身又撥下半期之哀 但其實同一天 中國都發生了同一件事 也都死了二十幾個小朋友的校園 刀傷我 有個瘋子佬拿把刀 進了學校裡面 對死了幾個小朋友 當然我們說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下半期之哀 我們領導人反而就向美國說話 這些政治我不說話 不過大家看回這件事 同時發生的 我們用刀 他們用槍 其實他有心攻擊你 或傷害你的時候 其實槍和刀都沒有分別 這個沒錯 第一件事就是這樣 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中國之前兩年前都發生過一堆同樣事件 有瘋子佬拿刀 有住院入小學 斬人的 那時候我們中國政府 是不是做了一件事 做完之後 這些案件馬上少了很多 那阿德你記不記得 阿德你記不記得 你先說一說 好 那我就 你阿德廢我手還不記得 我跟大家說 那時候做了什麼事 哈哈哈哈 是說的 那時候我們派了會家學校門口 有一個警察或武警守住 有人看著正門 那時候這些刀傷案 殺人案 少了很多 那現在的學校的保安 已經離開了 又突然多了一件事 那其實是否 其實只要我們 會家學校 只要有人守住門口 就應該會沒有事發生 中國都是這樣 那我相信美國都是這樣 那香港現在都已經 有一家學校一個保安 那其實真的 說了一句 花你政府多少錢 可以外判的 是吧 可以外判的 而且美國那些大校 大校小區 你不是香港 一個屯門區 很多校 美國是一個區 一兩家學校 而且有些位置 好像叫校園警區 所以我朋友在社交網站 都有提到 有些人有意見 現在美國那麼多人 當然沒有事做失業 你不請他們回來 做一些校園警察 是不是 那美國本身 大學已經有校園警察 美國有些大學 本身是一個警區 大學本身有警局 大學本身有警察 大學本身有警務處長 管整個學校的 那大學校園 已經做到裡面 有警察在這裡 握槍的 那你為什麼中學 不可以這樣做 小學不可以這樣做 又為什麼往往 將這些問題 擠壓到 一刀切 有槍與無槍之間 那我個人相信 總是有些政客 中間要拿些游泳 就是抽一抽水 那譬如 我們香港本身 永遠爭辯的事情 譬如是釋法問題 或者是釋法問題 或者是釋法問題 那美國政界 如果現在 咬得最多 就是釋 又吹林武槍之間 所以 其實 有時候 要想一想清楚 其實 不可以一刀切 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 任何一個政策 也好 大家用腦分析 研究 再談 不要一方面 一舉起旗號 在道德高利上 你就說那面對 那面又說你錯 大家咬死 你最後解決不了問題 其實很好笑 當時看到 Facebook那裏沒有鋪過那張照片 按槍的時候 好像說 第一個階段 英國人 按槍輸入靜雲地 你有沒有看過那張 對 那張就是寫 那一個 是示威的環額來的 就說 美國現在說要禁 我們叫 assault rifle 即是突擊補槍 有些示威人士 第一支突擊補槍 就是那時獨立戰爭的火槍 那支火槍 最初的英國就說 禁止輸入 然後 美國 民眾之後 就拿出型號的槍出來 就奮起革命 最後推翻那個政府 而那支槍就可以 每人有一致擁有 那支槍 那支槍代表 其實美國立國 真的靠這些槍 他在諷刺 你這樣講 革命也像 他們現在說 禁突擊補槍 也是有些觸錯弄神的 他們禁突擊補槍 是禁個槍的外形 譬如你不可以有一個 很型的手槍柄 或者 不可以有 上一集說的 不可以有魚骨 可以裝不同的工具 裝很多東西 你按一些外觀上的東西 就說那支槍安全座 現在有些人說 很奇怪的 其實它的系統也是同樣化 但系統不一樣 同樣都是單塊 或者 你本身這件事 改變不了的 但你又總是拿這件事出來 甚至乎有些政客 早幾年在加州試過 更換玩具槍 我聽到你在Facebook說 他是不是傻了 連玩具槍都按 很多時候 歐洲已經有 譬如我聽過德國 他禁全自動武器 所以換具槍不能全自動 很奇怪 有時候 我不是真的 這個世界上很多 做政治的人 你不 你現在 智商正常 才能做到這個職位 你沒理由 你出過那些政策這麼低能 所以你在美國其實聽到都很好笑 一不一刀切 敢不敢槍啊 那 尚正復徽最近 有一個父親 都有一些出名 在美國 他本身是槍擊 看受害家庭來的 但他都出來說 其實大家現在爭論的問題 不關事 也都改變不了任何事 那個重點 那整件事重點 可能就 基層上就是 譬如有多不多心理學家 或者心理醫生 幫那些人看病 社會多不多關懷 可不可以令到少些人 會做這些攻擊性行為 或者我們社會 夠不夠保安人員 而不是他重點去了 說有和沒有的關係 他將概念轉移了 那你問我 全世界都是政治集醜惑的 那你拿到道德高地 那你可以在中間 拿到一些政治上的保持 當然是做的 畢竟都是政客來的 靠這方面賺食的 哦 那 那 今集時間 又差不多了 我們預告一下 下次 不如其實 都差不多二月了 是吧 我們可以講講講 日本的事情 我們可以講 這個 日本著名的二二六事變 還有講講講 武士道 這是另外一個 跟歐美的國家 有另外一個雙圍背 或者不要叫雙圍背 或者不要叫雙圍背 是想法完全不同的一個字學 好了 那下集再見 拜拜